外来种绿烈西2022年入侵花莲之后 已经开始扩散蔓延了吗 玉利镇一位沾性民众在两个多月前 就发现了一丝绿烈西 正在他的丝瓜棚上觅食之后就不见踪影 那么直到今天台风大雨 绿烈西又再度出现在住家渔池的果树上 于是赶紧通报了县政府 希望能够尽快地捕抓除害 三土耳台风大雨从9月20号 第一次献中后就消失的外来物种 绿烈西这时居然静静躺在 渔池边这棵果树上 三星屋主看见之后是赶紧再度通报 县政府相关单位 正代表吴欣文文风前来 生怕外来种绿烈西真的已经入侵玉利镇 这个来看目前看起来这个效果不张 而且它放的位置可能也要参照它的习性 然后可能放高处会机会比较大一点 从画面中可以见到一身铁灰色的绿烈西 超过20公分长 占性屋主指出 9月20号第一次发现后 就有学者前来放置笼子又补 不过都没有斩获不说 还把它在种的丝瓜吃出了一个大洞来 又气又无奈 第一次发现 然后它就潜到椅尺里面去 所以也看不到了 所以它都吃我们这个丝瓜棚上面的这些花 嫩芽 嫩叶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所以有丝瓜棚也是被它弄得这样子 已经凹下去了 岳屋主夫妻俩没有捕捉绿烈西的经验以及工具 不敢贸然去捕捉 也使得绿烈西不断破坏它的蔬果作物 令它感到十分头痛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 上个月吧 上个月 两个月左右 继2022年 在吉安湘七角川申请 花莲第一制的绿烈西 原判是零行个案 不过现在距离吉安湘百公里远的玉璃镇 也发现绿烈西出没 是否为南区第一例 相关单位也高度重视 而地方民众也忧心恐怕会造成 南区原生态环境的冲击与破坏 期盼县政府农业处等单位 能够尽快捕捉除害 记者张明太是玉璃 玉璃镇采访报导